你的人事管理人員 那你如果想要把這資料做出來 因為這資料的話 你必須要給上面人看 那上面人看 他需要看到的格式有一定的 所以你必須要按照公司要給的規範 所以那個規範有時候 不是你自己可以訂的 它已經固定的 那你就按照這個規範 把他要的東西做出來 這就是你的工作 那如果越快做完了 你大概越快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喘口氣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馬上做出來的話 那你也只能怎麼樣 再不斷的加班 甚至很多人 我發現最後的結果 都還是因為效率的關係 很多時候是因為不會 會跟不會 我覺得是效率真的懸殊太大了 OK 所以如果你希望 能夠將來在職場上面 很悠哉很愜意的工作 而且也有不錯的薪水 然後每天工作好像就 很一派 這個輕鬆自在 那這樣又可以每個月可以領薪水的話 那該有是多好的事情 或者是說呢 甚至有一些公司還蠻佛心的 它沒有固定座位 隨便你做 而且飲料啦 咖啡啦 甚至有些小點心都隨便吃 而且公司可能是在 那個台北101上面 有沒有這種公司 有啊 像Google就在101上面有辦公室 哇多了讓人家羨慕 那辦公環境好到一個不行 都想要再感覺好像是那種 文青旅店有沒有 那種很棒的 走文青的那個風格 對 甚至你 甚至現在很多那種工作是根本不用去上班 因為疫情的關係再加辦公就好了 對 不過前提是 你還是要有點專業的技能啦 所以如果你是嚮往這樣的工作 形態的話 可能真的要多付出一點努力吧 我覺得 因為我看到的 後來有一些比較好的發展的 台灣就是前面要多耕耘一些啦 不要等到到時候你畢業之後 你才想回頭耕耘 是真的會辛苦很多的 因為以後如果你出了社會之後 如果你假如要學這東西 你是要到補習班去學的 那補習班的費用跟在學校的費用 其實就是很大一個 而且補習班教的東西 可能又不像在學校可以慢慢教你 一下可以可能要一下就可以教很快 你不見也要一定懂啊 OK 反正這大概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108怎麼抓 一樣插入函數 那首先呢 我們上學有用過文字類的函數裡面有個MID 所以MID的部分的話呢 那怎麼 第一個TESTER 就這個文字嘛 那第幾個字開始 STAR LUMBER嘛 然後呢 第幾個字 123 第三個字 要幾個字 要三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108就取出來 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嗎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碼就這邊空點點兩下 這一題就OK了 第二個組別的話就是 A嘛 那A的話是剛好在第幾個字 1234567 第七個字 OK 那你就插入函數的話 一樣使用最近使用過的MID OK 所以這MID非常重要 MID這個資料裡面的第幾個字 第七個字 要幾個字呢 要一個字 當然啦 如果你剛剛數的時候沒有數對 沒關係啊 你看這邊就知道了 有沒有 如果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你就加1或減1就好了 可以按確定 然後A就出來了 再來升等的部分的話呢 升等剛好就第一個字 所以第一個字其實就不用MID啦 其實你可以用哪一個 用從左邊算過來的 左邊的話就什麼 LAPT 當然你用MID也可以啦 只是你用MID的話 相對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左邊 算過來 第一個一個字 所以一個E就可以了 但是請各位特別特別小心喔 它取出來的1 因為它是用LAPT的這個函數 它是文字嘛 文字函數 所以它取得的資料喔 特別注意是什麼 是文字1喔 它跟這個數字1有沒有相等 是不相等的喔 OK 看得出吧 特別注意喔 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這個概念的話 你以後你的資料會經常出錯 因為在Excel的世界裡面 這兩個是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喔 你看到的會是一樣的 有沒有 你根本分不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你可能要 稍微特別注意一下 從這邊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是文字1喔 如果按確定 你向下填滿 好 那什麼時候會遇到 就是 問題喔 你會發現呢 它好像有一個地方 特別要強調的 它這邊好像有一個是 這個升等 有沒有 它這邊要叫你用Value去轉型 那為什麼用Value去轉型 待會兒就遇到問題了 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呢 這個地方升等 後面 我跟你講 回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是1 但是它要的結果是什麼 要的結果是這個 那特別重要 這個是要把柱磚帶過來 而不是只有1喔 所以呢 我們後面會需要什麼 再把這個Labs的公式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然後再利用 特別注意喔 檢視與參照裡面喔 所以插入函數 再來的話喔 會需要用到 這個叫檢視與參照 這一類的函數 那什麼叫檢視與參照 其實喔 用比較白話的講 就是查詢 就是查詢 意思就是說呢 我如果今天要查什麼 查那個1 在這個升等的這個表裡面 這個中文名稱是什麼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可以用什麼呢 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做VLOOKUP這個函數喔 這個函數的話呢 在Excel裡面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職場上面 如果你不會是這個函數喔 我看你工作應該也不用做了 因為報表你也做不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你總不可能說 你這邊用人工的方式去查吧 這個1 然後這個是什麼 升等嗎 那你就把這個助專C 然後Ctrl V貼過來 不可能吧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不是一直去參照那個對照表 然後把 把什麼 把他的這一個 另外一個欄位的資料帶過來的話 那你就必要用那個叫做VL函數 所以特別注意 VL函數 步驟喔 我跟各位 1 先把這個公式減下 2的話 插入函數呢 使用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VL函數 VL函數 那他會問你四個問題喔 所以這個步驟 非常非常 有一點小複雜 那他問你四個問題 你就回答他就可以 第一個問題 LOOKUP VALUE LOOKUP VALUE 白話意思是說 你要查什麼 LOOKUP VALUE VALUE 資料 你要查什麼資料的意思 我要查這個資料 就是你把剛剛的東西貼上就可以了 我要查這個資料 那查這個資料的話 第二個問題說 那你那個對照的表格在哪裡啊 我的對照表格在這個升等 所以你可能跟他講說 我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點一下這個工作表 這個範圍 那一般選的時候 特別是喔 那個對照表格在這裡嘛 所以你就選這個範圍 一般是不會去選上面的這個藍位名稱 藍位名稱底下的這個表格 你給他 所以把A2一直選 選到B5 跟他講說 這個範圍的表格喔 你幫我查一下 所以第一個查這個 第二個呢 去這個裡面查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查完之後 比如說我往下查 1 那幫我 這個是第一欄 幫我把他的第二欄的資料帶回來 所以喔 你這邊就輸入了 輸入2 意思說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帶回來就帶第二欄資料 那Range Lookout 就是那你比對方式 要不要完全一樣 如果不要 一定要完全一樣的話 這邊輸入0 那如果他找接近的話 就輸入1 反正這個 裡面的參數 不外乎就0 那我們用0 OK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填上去 輸入2 輸入0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 會發現什麼狀況呢 他會查得到嗎 查不到 為什麼呢 這個頸 頸的話就是Number 就是錯誤訊息 那N的話就是Nut A的話 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 我找不到這個資料 那為什麼找不到資料呢 你會發現喔 其實關鍵點就在這裡 因為呢 我們給他的是一個文字 那他在那個 你要查詢的資料裡面放的是數字 所以呢 看起來我們眼睛看是一樣的 但電腦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Labs的外面喔 再包一個叫Value的函數 也就是把什麼 把文字1 變成數字1 就OK了 所以喔 記得再怎麼把Value包進來 你可以在 Labs前面打一個Value Value 就直啦 這一個函數 前刮弧 然後再打 他後刮弧掛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你會發現喔 經過這個Value之後 你會看到呢 本來的這個1有沒有 他本來應該是 文字1 他就幫你變成數字1了 那數字1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比對看 結果我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OK 有了 然後向下填滿 就全部鑄了 那組別也是一樣 這兩個也是一樣 這兩個我們一樣 所以喔 密的一樣把它剪下來 然後查的話去哪邊查呢 一樣用那個Value數 這個Value數 來查 那一樣查 查這個東西 A 去哪邊查呢 去這個組別 所以組別這裡 那這邊把它選這個範圍 你會發現 其實他已經幫我定義好名稱 所以你選他 會自動會 跳出一個那個名稱 叫組別 或者你按F3 去選組別也可以 那要帶回來資料 一樣是輸入2 因為我要查的是 這個表的裡面的第二個欄位 然後呢 Range Lookup 一般是輸入0 一定要找完全一模一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組別就出來了 然後單位也是一樣 就是跟剛剛動作一樣 減下有沒有 然後插入那個 減四語參照裡面的Value數 然後要查什麼呢 查108 去哪邊查 去這個單位 單位在這裡 那這個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選A2 一直選 往下選 選到最底下 這個範圍 不過他應該也是會 會跳出單位 因為他裡面已經幫你建好名稱了 然後要的欄位是 第二欄 要完全比對嗎 4 所以輸入0 按確定 OK 那把它向下填滿 那他就幫我全部查完了 不然的話 如果你是用人工來查 我看我可能 查到下班都沒辦法查完 那就太麻煩 OK 試一下 所以我分別是先抓他的哪一個字 再把這個東西放在 剪下來之後 貼到他的這個lookout裡面去 再去查詢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先完成 三個題目 BD欄裡面 他要我們做的這個相關的效果